油管上有年收入5000万美金的频道 也有月收入1美金的频道 今天我们会看到月收入1美金的频道 1万美金的频道 10万美金的频道 直到月收入100万美金的频道 节目最后 通过好奇武先生的视频分析 老高与小莫频道的年收入 可以达到1000万美金 预计月收入1美金到22美金 心里深呼吸 朵拉晨视频观看量15万次 用户4000人 上传视频63个 预计月收入1到22美金 预计年收入16到260美金 过去30天观看次数5000多次 过去30天新增订阅110人 新频率每月更新一篇心理咨询方面的视频 预计月收入118美金 此地无银频道 视频观看总量90万次 订阅用户13000人 上传视频263个 预计月收入118美金 预计年收入1400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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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次数3万次 30天新增订阅200人 每周更新两篇汽车方面的视频 月收入1500美金的频道 老饭讲故事视频观看总量480万 用户数3.5万人上传1250个视频 月收入1500美元 年收入1.7万美元 月观看量36万次 30天新增订阅1400人 更新频率有的时候一天三更 有的时候三天一更 互联网方面的内容 预计月收入7000美金的频道 躺平书带你了解真正的中国 视频观看总量2400万次 订阅人数68000人 上传视频2287个 预计月收入7000美金 预计年收入9万美金 30天观看次数180万次 30天新增订阅2600人 每天更新3-5次新闻评论节目 月收入19000美金的频道 阿滴英文视频观看总量 3亿2000万次 订阅人数275万人 上传视频645个 预计月收入19000美元 预计年收入22万美元 30天观看人数470万次 30天新增订阅1万人 每周更新一篇英语和生活方向节目 月收入8万美元的频道 中国流亡记者王志安 月收入89万美元 年收入100万美元 视频浏览总量1亿7000万次 订阅人数78万人 上传视频650个 每月观看次数21百万次 就是2000万次左右 王志安每天更新一个视频 每周更新7个 每一篇是50万次的播放 跟老高与小莫对比 老高每周更新一次 每一次是300万次左右 所以老王和老高的播放次数 每周每月是差不多的 月收入10万美元的频道 老高与小莫 视频观看总数17亿次 订阅人数578万 上传视频409个 预计月收入10万美元 预计年收入130万美元 30天观看次数2700万次 30天新增订阅6万人 每周上传一篇都市传说类视频 月收入17万美元的频道 也是中国油管播放量最高的频道 编习小哥 视频观看总量32亿次 订阅人数1000万人 上传视频337个 预计月收入17万美元 预计年收入210万美元 30天观看次数4200万次 30天新增订阅10万人 这是一个每周更新一次的 介绍中国农村生活的国际化频道 月收入460万美金的频道 也是油管观看量最大的个人频道 野秀先生 视频观看总量271次 订阅人数1.6亿人 上传视频740个 预计月收入460万美元 预计年收入5400万美元 30天播放量11亿次 30天新增订阅700万人 这是一个每月更新两次的整活类频道 本篇数据来自社交刀片老站 感谢您的观看 收入的估算方法是 1000次有效广告分成4美元 五、五话可说的频道 从广告会员周边 三个方面分析了老高与小莫的频道 年收入累计近1000万美元 小朋友 你是否有很多 我好 为什么 别人在楼看漫画 我却在学画画 背着钢琴说话 别人在玩游戏 我却背着ABC 我想要一台大大的飞机 别人找一台九九路 你爱我 我爱你 你是冰虫甜蜜蜜